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层神秘而高贵的黄泉色彩 优厚的生活待遇 良好的办学条件 一流的师资力量 为明清健生潜心学业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但是健生在享受相对优越的学习生活条件的同时 也要接受严格的规约与管束 那么中央官学国子建有着哪些严格的学规 为实现近视极地的梦想 官学生在国子建内是如何学习生活的 伴随科举制度而诞生的一种专门用来考试的建筑 究竟是怎样的呢 华中科技大学李淳老师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 中国古建筑背后蕴含的文化内涵 今天播出系列节目 如国古建筑会说话 第一季 第十六季 学海无涯 国子建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 五湖四海 都有不同的家庭背景 年龄差距也很大 但是既然来到了国子建 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就是通过读书学习 找到一个好的出路了 那么官学课程 它是随着这个科举考试的科目变化而变化的 比方说唐代 它那个科举考试的内容呢 很杂 几十科 那个时候国子建的科目 当然它也有分工 是吧 分得很细 不过呢 后来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大家最感兴趣的 就是那个近试科 因为这个近试科将来可以当官 它的发展前途最广阔 那么其他的科目呢 相对容易考 但是呢 都属于培养专业人才的那种性质 培养专门人才的学科 大家报名的人就比较少 所以唐代就有个说法 叫三十老明经 五十少进士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明经比较容易考 三十岁考了个明经 就算老了 进士难考 五十岁考上进士 就算年轻的 那么因为这个其他科目 报名的人越来越少 所以后来呢 逐渐的就取消了一些 那么到了明清时期呢 我们都说就是进士了 就是考进士了 就是这么一科 那么时过境迁 当年的学生 学习生活有多么艰难 我们现在也无法体会了 不过呢 古建筑会说哈 我们可以通过国子建的那些教室建筑啊 看一看 了解一下当年官学生 究竟怎么读书 怎么生活的 屁拥东西两侧 我们看很长很长的这个长条状的厢房建筑 就是过去的学堂 这个学堂呢 一共六个 相当于我们现在学校里头 就是分六个班 分别叫什么呢 广业堂 重制堂 正义堂 陈兴堂 修道堂 率性堂 这个班呢 不是按年龄分 而是按学业的水平来分的 最初级的是广业堂 水平最高的这叫塞兴堂 当年的国子建的健身上课 就在这种课堂里面 那么这些课堂里头呢 每天他们的学业任务 根据当时的教学方法嘛 老师每天讲一个章节 一段文章 下去 体会 熟读 背下来 写心额 然后第二天讨论 要讲讲你的观点 等等等等 这个其实方法还是挺好的 每天呢 还要写书法 所以过去啊 这个秀才也好 举人近视也好 都写的一笔好字 那么每个月的月中 那个时候叫月旺 就是旧历 满月的那一天 要举行一次考试 叫大课 这个大课呢 走读生也要回来参加 八旗观学的学生 也要来参加 这个考试 由博士主持 博士当主考官 出题 判卷 他们说了算 考题两道 第一道 用试书的某一个内容 做标题 写一篇八古文 第二道题呢 写一首五言八句 五言的律师 八句的诗歌 写一首 一天完成 完了以后 成绩在神前厅张榜公布 考完之后呢 学校要慰劳学生 举行一场聚餐活动 标准呢 四个人一桌 四菜一汤 但是啊 考试分等级的成绩 一等有奖 二等积分 有积分 三等呢 没有奖也不惩罚 还有一个等级 其实就是第四等 它不叫四 它叫三等负 这个三等负呢 就要受罚了 首先 这个月的高火银 扣掉 高火银 就是今天带云 灯有钱 高火银 然后呢 在积分上还受影响 此外呢 每个月的上中下询 各有一次小考 这个小考呢 它由助教主持 就是各个课堂 助教主持 但是 如果你没有参加考试 超过三个月 就会取消学籍 所以这个管理是很严格的 这种小考叫堂课 堂课 很频繁 它施加一种压力 让你不停地读书 不停地学习的内容 不能偷懒 国子健里头除了学文 还要学武 就像我们现在 除了学术理化 也要学体育嘛 那么过去国子健的西边 在国子健西墙外边 很大一片场地 是它的色谱 国子健里头 有一块抗屏 抗屏上画了当年 孔庙国子健的鸟看图 那么这个鸟看图的 最左侧这一长条 沿着国子健外墙 这么一长条 北端有一个小房子的 这一块空地 就是当年的色谱 干什么呢 练习射箭用的 其实呢 明清时期的学工 都有这个色谱 这个东西 因为射箭是当时 孔子六亿里头的一项 它作为一个传统 大家一直把它保留下来的 除了学武 这个近世将来不是 要管理国家吗 还要有行政管理的才能才行 所以他们还有社会实践环节 那各个时期 长短不等 有的时候呢 几个月 有的时候甚至到几年的 让他们到各个部门 去实习 那么这些健身到各个部门 去实习的时候呢 那有的人很能干 对吧 干得很好啊 这个部门就 哎呀 你在这次可惜了 你要回去科举 不知道将来又分到哪个部门去了 还不知道考不考得上 就直接留在我们这里工作算了吧 对吧 直接签合同 哎呀 这个情况也有 这个途径呢 其实也是算国子健健身的一个出路 雍正时期有个名称叫田文静 他就是这个出身 健身出身 后来他关注的很大 对吧 那么健身 也不一定都是学八股文章 参加科举考试的 有些时候 国家需要专门人才 也是通过国子健来培养 比方说明朝 明朝红志年间呢 朝廷需要一批翻译 于是乎呢 就下诏书给国子健 要求国子健选二十个学生 专攻外语 同时二十个人还觉得不够 又把在京官员子弟 比较年轻的 挑了一百个人 到国子健去 这一百个人呢 就相当于是伪赔嘛 对吧 专门办了一个 外语学院 我们知道学外语不是几天 几个月能学会的啊 一门语言呢 要学到实用 这个班办了多长时间呢 九年 每三年一次考核 不行淘汰 不行就淘汰 坚持不下去就算了 到第九年 考核通过的 直接到外交部 那个时候叫 市仪馆 外交部的一个部门 翻译部门 任职 这个就是国子健的又一个职能 他要给国家 培养专门人才的 然后到乾隆时期 国子健又接了一个任务了 又成立一个算学馆 就是数学部 数学系 过去八七观学里头 有算学 有数学 也都转到这个地方来 老师都转过来 青天剑 搞天文学的 他们那里也有一个数学班 也转过来 集中在国子健里头 就成立了一个算学馆 这相当于国子健里有个数学系 专门培养数学家和天文学家 所以国子健 它的内容 很复杂的 它是集中了一个国家的 最好的教育力量 这一点上来讲 一般的地方官学 当然跟它是没得比 没法比较 作为中国古代的教育管理机构 和最高学府 国子健不仅对于入学学生的资格 来源和名额 有着严格的规定 甚至在入学后 也有着极其严格的纪律管理条文 那么 为了培养封建社会的文武之才 使之能出入将相 安定设计 历代统治者对于国子健健生 都制定了哪些严格的规定 这些规定 对于我们今天的学校教育 是否具有借鉴意义呢 当时的这个国子健里的管理 特别严 纪律条文很多很多 那有些条文和我们现在区别很大 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 比方说 不许结社 不许搞什么小团体 不许 这是我们的传统 我们是君子群而不党 学校是个大家庭 你不要搞小团体 这个是违反校计的 不能结社 这是一 第二个呢 不许结交官员 就是国子健的学生 你不许和官员来往 当然你和失业祭酒 这个不算啊 这些校里头的都是老师了 对吧 这个不算 不能和校外的官员来往 不许抱怨伙食不好 不许辱骂欺负厨师 这个把它做专门的一条拿出来 当时可能是有过这样的势力 是吧 才做这样的规律 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学校的伙食 集体大食堂的伙食要做好 是有点困难啊 那么还有一个 不许打官司 这个很奇怪了 为什么不许打官司呢 甚至于这一条里头还特别说明啊 即使是这个官司和学生本人直接有关 也最好是请代理人去打 不要亲自出庭 当然这条不是严格规定 就是你最好这样 不是非得这样 这个是为什么呢 其实那个年代呢 首先大家认为打官司本身就是一个不太好的行为 大家应该和谐嘛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那个时候的学生呢 有一个捞外快的途径 这学生生活 虽然说有保障 但是毕竟很清贫 对吧 他们都会捞外快的 有的是在外面办班啊 办各种班 我们现在那些考前班那样性质的 那么有一部分就会去帮人打官司 写状子 因为这个国子健的学生 这个官学的学生啊 官学的学生他也要学法律知识的 不学法律 那将来怎么搞管理嘛 对不对 他有这个课程的 所以他对这个法律制度 他都很熟 因此他打官司他就有优势了 所以他帮人打官司相当于当律师啊 给人提供法律资源 可以赚很多钱 所以他这个不允许学生打官司 主要针对这个来 而且这种禁止学生打官司的这种 各种各样的文件呢 从这个顺志连一直到光绪连 不停地往下发 说明禁止不住嘛 最严厉的是什么呢 不许武漫师长 这个大家想 古往进来不都这样吗 但是啊 这是写进了校规条文里头的 而且呢 含义和我们现在说的 要尊师宗教 尊敬老师 不是一个意思 因为什么呢 那个时候 叫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 涉及到伦理关系 那就不是一般的问题 有这么一个事件 国子监里头很多这种 靠家庭背景出来的学生嘛 所以学校纪律很难过啊 有一次呢 朝廷就派了一个 祭酒 叫杨桥的 这个人呢 很正直 一本正经 他就一本正经呢 该罚的罚 该打的打 纪律一下就延起来 这学生就很不适应了 有一天呢 一帮这个 很调皮的学生 一群人 下班以后 回家路上 把这个杨桥 这个祭酒 打了一顿 这个事情就严重了 因为他不简单的 是一个一般的打人的案件 不是那么回事 所以这个杨桥回到家里以后 这个人还真是 有大慈悲心怀的 回去以后跟谁都不说 跟老婆都不说 身上不是亲一块子一块 一拳一拐地回去 不说为什么 他知道这个话说不得 但是这个消息还是传出去了 那我估计 是不是这帮打人的学生 很得意 是吧 不小心溜嘴 说出去 这就麻烦了 皇帝得到这个消息以后 参与打人的学生的结果就是 只要动了手的杀 为什么 他这是一个武力罪 中国古代涉及到这种 伦理道德的罪行 那就是十恶不赦 所以那个时候说的 不能武漫师长 和我们现在说的尊敬老师 完全是两回事情 所谓十年窗下无人问 一举成名天下之 在学而优则式的古代 科举高中 是所有读书人的梦想 然而这一路 却充满未知与艰辛 有人连中三元 有人终身不适 春风得意马提及 一日看尽长安花 唐朝大诗人孟娇 历经两次落榜 在年近五旬时 才终于成功登科 那么 古代的科举考试 究竟有多难 要向最终进士集地 金榜提名 这一路上 要怎样披荆斩棘 经历重重考验 在官学读书最终的目标呢 当然就是科举 最好能考上进士 这才是最理想的一条出路 首先就要通过乡试 每隔三年 有一次 乡试也是在省里面考 这个考试一般在秋天 八月份 就历八月份举行 考三场 三个内容 发榜的时候呢 就正好是秋天桂花开了 所以呢 这个叫桂榜 考中了举人 就是名字啊 登上了桂榜 桂榜提名 理论上讲 中了举人 举呢就是 推举给国家的意思 所以中了举人 理论上讲呢 已经是国家认可的管理人才了 他可以委任一定的官职 当然比较低 比进士要低得多 另外呢 举人享受的待遇 比秀才就要多得多 比方说 他有土地税豁免的权利 这个呢利益很大 所以往往啊 有穷人 把自己名下的那个土地啊 挂到举人的名下 然后给举人一点钱 这样呢 来逃避国家的税收 逃税 所以你看举人 他这一下地位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乳林外石里头 也有一段描述 很能反映 当时这个举人和秀才地位 差别有多大 然后里头那个范金仲举 范金仲举的故事 我们都知道啊 范金仲举在前面重秀才的时候 考过了院士 他的岳父 那个糊涂户 就提猪肠子和一瓶酒 去慰问他 那么吃饭的时候 还不忘了教训 教训这个范金 你这个现在入学了啊 对吧 也是个相公了 凡事要立取规矩了嘛 对吧 你像我们 我们这行啊 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 那你要跟他们面前装大 那是就不行 对吧 那门口那些 种田的八分的 那些人 你要跟他们平起平坐呢 那就坏了学校的规矩 那凡事要立起规矩来 大家注意 糊涂户眼里 秀才和这个图户 差不多 地位差不多 比那个种田八分的要高 这么认为的 种了举人以后 不一样了 提的是猪肉 拿的是四五千个铜钱 礼品就贵重多了 然后呢 范金不是疯了 让他的岳父 扇他一耳光 不敢打 说是文取心下凡 举人文取心下凡 打了要下十八层地狱的 那就说 在糊涂糊涂的心目中 举人和秀才的差别 相当于杀猪的 和文取心之间差别那么大 有了举人身份 就可以进京赶考 参加会事 会事通过了 就叫共事 那么实际上 他们已经铁定的 拿到进士资格了 但是这个共事呢 还要经过最后一个环节 就是要经过殿士 这个殿士考场在宝盒殿 就共工三大殿后面那个 皇帝亲自出题 亲自兼考 他这个举动呢 相当于让这些考生 认识皇帝 皇帝是最后的老师 是他们的老师 然后呢 只考一个实务册 也不写什么八股文章 考一个实务册 以前来自 写一天 天黑反正交卷就是了 写得好不好 其实最后啊 皇帝也只是重新排个名 一般不会剥夺 你前面的公民 不会因为考不好就回家 那不会 那么考完以后呢 分三等 一甲三个 状元榜眼汤花 这个叫 近士基地 这是非常大的荣耀 一甲 二甲呢 叫 次近士出身 这个人比较多 二等的 三等呢 叫次 同近士出身 其实在社会上呢 只要说是近士 大家 那就已经肃然起敬了 无所谓是同近士 还是基地嘛 但是呢 有时候一个文人小圈子里头 也会拿这个事情来调侃 郑国藩有一次就碰到这么个事情啊 他和他的幕僚们在一起喝酒 那都是读书人 郑国藩的这个近士呢 就是赐同近士出身 这时候电视他考得最低的 大家这群人喝多了 喝多了以后 有人就开玩笑了 说哎 我出个上联啊 看你们谁能对上下联来 就三个子啊 如夫人 如夫人就小老婆了 马上有人嘴快就接嘴 同近士 弄得郑国藩尴尬的很 但是实际上呢 他们那个学历是一样的 在社会上地位差不多 我们说三年一届科卡 乡市第一名叫谢远 那是各个省的头名 然后呢 惠市第一名叫惠元 然后殿市第一名叫状元 如果某一年 有一个人 省里头第一名 谢远 惠市第一名 惠元 殿市的时候又是被皇帝 清点的头名状元 这叫廉仲三元 历史上这样的人呢 只有十几个 那平均算下来 大概一百年出一个 很罕见嘛 但是还有更罕见的 这个学霸级的人物啊 什么时候都有 明朝 有一个名臣叫熊廷碧 这个人呢 是个江夏人 当年呢 他年轻的时候呢 他是习武的 因为我们过去课考 还分文科和武科 考武秀才 又考武举 武举考了第一名 武谢远 很厉害 但是他考完谢远以后 他改主意了 他决定要学文 不往下考了 回头呢 又考文科 考了秀才 考举人的时候 又考了一个谢远 那和之他 是胡贝斯 文武 都是第一名 两个谢远头衔啊 所以后来这个 他自己也很得意啊 据说他们家 当年唐物里头 挂富对子 叫三元 天下有 两谢 世间无 连终三元 有本事吧 但毕竟还是有那么多啊 有几个哦 但是文武两个谢远头衔 除了我以外 天下无 就一个 这也是个 学霸级的人物 很厉害 文武双全 当然了 我们说这个读书考试啊 聪明 是个好事情 但是呢 毅力 勤奋 还是主要 光靠小聪明 一来 不一定每个人 都有那么聪明啊 二来 光靠小聪明 有时候学不好 是吧 那个曾国藩 就是个例子 曾国藩小时候 读书并不是太聪明 他们家乡啊 流传一个 关于他读书的 这个段子 有一次呢 他们家进去 一个梁上君子了 小偷躲在房梁上 准备等他读完书 灭灯 然后好下来偷东西 结果曾国藩在下面呢 反复背一篇文章 就是背不下来 这个小偷最后急了 从上面跳下来说 你这么笨 还读什么书 那篇文章我都背熟了 当然最后 你看曾国藩 他还是近视啊 小偷还是小偷啊 对吧 勤奋还是第一位 在我国封建社会的 教育体系中 包括文庙 国子建 学宫 书院 贡院等 然而作为与科举 直接相关的建筑 贡院建筑 自成一体 它不仅是延续了 一千二百余年 科举制度的专用考场 我国古代 临选人才的 专属建筑 也是我国古代 建筑智慧的体现 那么 古代贡院 有着怎样 独特的建筑布局 从这些布局中 我们又能窥见到 古代学子 怎样的心酸与不易 为了考试 而专门设计出一个 专用考场建筑 这个事情 在古代 也是中国特有的 一个文化现象 中国人考试多 多到什么程度 多到 我们居然有一种 古建筑 它就是用来考试的 这个专业考场 这种情况 真的是很罕见 那么 到清代的时候 全国各个省 绝大多数都有 供院 举人考试 它就是国家贡献人才 叫供院 其实下面的府学 各个府 也有考试院 所以这么说起来 就是考场 专业的考场建筑 在全国 可能是数以千计的 但是现在保存下来的很少 究竟有多少 我们也没有统计过 但是供院 清代 其中最大的呢 是江南供院 和顺天供院 顺天府供院 就是北京嘛 一南一北 一次可以容拿 两万以上的考生 在里面考试 同时开考 供院建筑 非常壮观 尤其是一些偏远地区 因为当时担心这个学生呢 赶考路上不方便 所以越是偏远地区呢 它越要修适当的 就是合适的考试院 方便当地的学子啊 去考试 偏远地区一般很穷 那么这个考院 或者供院建筑啊 因为它规模大 很壮观 在一个贫穷的地方啊 这个供院 往往就成为 当地一个标志性的 最大的 最好看的那个建筑 过去啊 这个科举考试 非常严格 你想 连考试的建筑 考场建筑都专门化了 考试制度 肯定是很严厉的 供院建筑 保留下来的也很少 当年的考生 究竟是个什么状态 我们很难体会了 是吧 但是古建筑 会说话 我们来看看 当年的供院建筑 是个什么样子 大致布局 是这么一个格局 南边有正门 进去以后呢 门廊 有一定的空间 这个地方啊 要收检 就是检查 有没有夹带 要留一定的空间 过去以后呢 是移门 移门再进去是龙门 好 进了龙门以后 就进了贡院的建筑群里面去了 最后一个大院子里头了 东西两侧 就是号像 一排一排的小格子间 就是考棚 和每个考生的那个 考试的小房间 那么 在中轴县 正中间呢 有一座非常高的楼 叫明远楼 这个楼呢 从很远就能看见 过去高层建筑不多 非常漂亮 明远楼的后面呢 叫志工堂 这个建筑是监考官所在的地方 管理考场秩序 进入考场的这个官员 监考主考这些都叫连官 啊 连牧的连 志工堂后面叫横建堂 是初题和乐卷的地方 那么主考副主考这些都在后面 那个时候这个管理很严格的 横建堂 它旁边还有很多附属的建筑 这个里头呢 包括什么 包括一个小型的印刷厂 主考官进去以后 把考题 现场的交给这个印刷 车间 马上雕板 连夜印成卷子 第二天发放 这个过程中间任何人不能离开考场 所以就杜绝了很多泄密的渠道 到了考场以后呢 这个人可能紧张了 疲劳啊 很狼狈的 要检查夹带 过去也有作弊 也有夹带 夹带的办法很多 但是实际上呢 最大的问题是泄体 把这个四书啊 印成火柴盒那么大小一个小本子 这个是要很高的水平了 那个字啊 比芝麻还小 还要能看得见 这个印刷水平首先要求很高啊 然后把这个小本子呢 藏到鞋底里头 鞋底稍微大厚一点 挖个坑 嵌到里头 这种办法 但是这个说实话 也只能做个参考啊 考场出大问题一定是泄密 那是要死人的 考生夹带嘛 无非就是取消资格 然后呢 在清朝可能会 待家在门口示众两天 这还不会要人命 如果泄密 那就一定有人要掉脑袋了 好不容易进了这个考场 领到了自己的那个准考证 找自己好房的一个牌子 找到了对应的房间进去 这一进去啊 好长时间不能出了 这个号房 就是棚里头那个考试的小房间 多大一点呢 宽 一米一左右 像这个画的 专门找了一个大个子胖子 它就塞满了 宽一米 多一点 深呢 大概一米二三 这个在里头要待很长时间 要过夜的 里头呢两块板 后面一块板的固定 前面一块板呢 有上下两个位置可以 有两层格架 可以放上面 放下面 放上面 它是桌子 放到下面 和后面那块板 拼在一起 就是一张床 而小个子还好办 大个子呢 这么个 一平方米左右的 这么一个空间里头 只能全在里头 那么除了这个考试条件以外 这个考院建筑 最大的问题是安全 我们把两万多考生 两万多人密集地 集中在一个木结构建筑里面 那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现在的建筑 当然有很周密的 这种安全规范 疏散条件 各方面 它都有要求的了 那我们现在的规范 当然这种事情 根本不能做 根本不允许把两万多人 长时间集中在一个建筑里头 这个本身就是个安全隐患 但是那个年代没有别的 它就是这样的呀 对吧 所以呢 事故在此难免 而且那个时候啊 那考生在里头还要吃 还要喝 还要住 点灯 点火 煮茶 热饭 等等等等 这一个贡院里头 成千上万的火种 非常危险 送神中的时候 就发生过考场大火 甚至于还烧死了连官 就是考官都被烧死了 那一年 最后考出来那个状元呢 也巧了 姓焦 就是那个焦胡的焦 这一下成了一个笑话 明英中天顺七年 村委 惠市的考场 投场 发生大火 这是科举考试历史上 最惨的一次火灾 一次性的烧死了 九十多个考生 大家想想 这可是惠市的考场 这九十多个人 都是举人 举国哀悼 朝野震动 所以这以后呢 这个事情 就引起了 后来朝廷重视 慢慢地就开始改造这个贡院 主要是质量上的问题 材料上的问题 过去木材太多 炉席太多 用得太多 全部用砖瓦 尽量地用砖瓦 这些不易燃的材料 来代替 比方说两个隔间之间的枪 一定要用砖墙 那么你这一间着火 砖墙可以挡着 它往那边蔓延就慢一些 中间原来用木板隔 那一下就烧过去了 类似这样的措施 改造了全国的贡院 所以通过这样 有效的管理 我们后来这几百年 没有发生大的考场事故了 我们的科考 过去国子舰 以及各级官学学生 科考道路非常艰难 但是呢 一千多年来 历代的学子 他们的这个信念 参加科考的这种信念 从来都没有动摇 非常令人佩服 以国子舰为代表的 这个官学体系 在一千多年里头 为国家贡献出来了 将近十一万名进士 几百万名举人 官学系统 就成为了我们这个社会 我们这个文明 延续下去的一个造学机器 到光绪三十一年的时候 也就是公元一九零五年的时候 朝廷新版新学宣布 财策了国子舰 以及旧的官学系统 那么曾经 维系我们中华文明 千年辉煌的官学体系 也就随之黯然落幕 一个时代过去了 但是古建筑会说话 即使到了今天 当我们面对过去的 这些官学建筑的时候 我们也能感觉到 他们给我们带来的是 一个不一样的精神世界 这种精神到今天 仍然能让我们感到 心灵的震撼 关于国子舰 关于古代官学建筑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